臺北捷運板南線新埔站的手扶梯 發生恐怖的失速意外 昨天晚間通往月臺的手扶梯 突然倒退撈 三十多位旅客 當場往下摔成一團 還有人腳踝嚴重的扭傷 對此北捷公司表示 是因為煞車回路異常 已經把故障的齒輪箱送回 給廠商檢查 也會針對同型的手扶梯大體檢 不過意外也讓不少旅客 今天搭手扶梯的時候 感覺怕怕的 男子在捷運站搭乘向下的手扶梯 突然系統奏停 讓他反應不及當場摔倒在地 這是發生在2012年 捷運新埔站的驚悚意外 想不到十年過去 類似狀況在同一站又上演 發生意外的就是捷運新埔站 這個已經在檢修當中的手扶梯 十一號晚間民眾搭乘往上 但手扶梯卻無預警下滑 造成三十多位民眾摔的東倒西歪 恐怖意外發生在新埔站 月台一旁的手扶梯 當時有三十多名乘客搭乘向上 疑似因為煞車回路異常 手扶梯急劇下滑 三十位民眾摔得人仰馬翻 一人腳踝扭傷送衣 還有三人擦傷 民眾透露 類似狀況在捷運新埔站已不是首次發生 這回手扶梯是在晚間十點多出包 若是發生在上下班的尖峰時刻 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那廠商的說明是因為煞車回路的異常 沒有立即煞車 如果功能失能的話 這個異常是非同小可 在沒有獲得安全保障之前 這個電扶梯是不可以貿然啟用 現在發生事故的手扶梯緊急封鎖 檢修中捷運公司也將針對 同型電扶梯的煞車回路進行檢查 避免類似意外再度上演 記者吳上線陳玉璇 新北市報導 烏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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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龍